股四头肌的放松 为了保证股四头肌放松的效果 我们需要单侧来滚 而不是双侧一起 在滚单侧的时候 为了保证我们的放动手滚动的顺畅度 所以我们只用外侧的三分之一 而不用全部 或者是用中间 首先我们现在以左腿的股四头肌的放松来做示范 先采用俯卧位 然后将左腿压在后面肘上 右腿用膝盖去做支撑 左腿做一个90度的曲曲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去做一个前后方向的滚动 股四头肌的放松 它在前期的痛感也是相对比较强烈的 你需要去前期减少前后移动的幅度 然后逐步去增加 经过几次放松练习以后 它疼痛感会减轻 然后再做一个增加就好 再做一个时间上的增加 在做这个股四头肌滚动的时候 你可以让你的骨盆做一个左右旋转 来滚到大腿外侧前外侧的肌群 比如说现在我们把骨盆 右侧提高左侧下压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滚到小腿 滚到大腿前外侧的部分 然后如果把这侧的骨盆往下压 而左侧往上提的话 那么就是更倾向于正前方 好的 具体的位置你可以通过调整骨盆的旋转 来做出自我调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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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